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都要打扫家里人留下来的垃圾 本来是都有好好分类的 但由于要赶着去和女朋友约会 小帅就偷了个懒 直接提着垃圾扔到了角落的一个垃圾箱里 可他还不知道的是 被他扔掉的垃圾里有一个坏苹果 在和垃圾接触后变异成了生化病毒 随后这些垃圾被送到了一个养牛场 变成了牛饲料 而吃了这些食物的牛又被屠宰后 被送到了好多家餐厅里 正巧小帅又在这家餐厅和女友约会 而看到这盘牛肉后 小帅竟然没烤熟就直接吃掉了 而且从里面还吃到了一块苹果皮 假如他有喂补先知的能力的话 估计是死也不会瞎嘴了吧 吃完饭后 两人又去了小公园说悄悄话 而旁边的小混混看不下去了 这么好看的妹子 竟然配了这个帅仔 就纷纷过来挑衅 在女友面前哪里能怂啊 于是小帅就冲了上去 不一会儿就打倒了混混 为了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概 小帅还在他们身上吐了口水 万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她已经开始变异了 小混混直接吸收了口水里的病毒 就这样恐怖的大灾难来了 而此时小帅的女朋友感觉到身体不舒服 其他吃过人们也开始纷纷传染 整个世界都乱了套 而小帅的父母回家后发现 家里乱七八糟 他们生气急了 直接呵斥小帅 为什么不打扫卫生 却被变异的小帅一口咬死 只有妹妹躲进了卫生间逃过一劫 而小帅此时已经没有神志了 还在一下又一下的敲着卫生间的门 没过多久 丧尸们就像有组织一样 纷纷走到外面和大部队会合 小帅也仿佛听到了召唤 走到了外面 一起和丧尸们在城市里游荡着寻找食物 而幸存者开始疯狂的抢夺超市里的食物 但却总有倒霉鬼无处可逃 就这样被吃掉 故事的最后 小帅在游荡的时候再次见到女友 而女友还给了小帅一颗已经坏掉的苹果 看到这里 有没有想到亚当和夏娃呢 他们因为一颗苹果开启了新的世界 而小帅和女友却因一个坏苹果毁灭了一个世界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如果还有什么想看的电影就在评论区留言吧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